中国人很早就明白要做成事 什么东西才是第一位的 中国先把人意理智性这些道理都想明白了 想彻底了才有后面两千年的辉煌 政治文化艺术和经济 每一样都非常了不起 中国曾经有八百年的GDP是在全世界排第一 能于才一万一千多字 也就今天大概一个报纸的一个版面 但是一下子就影响并治理了中国两千多年 所以我知道今天的大会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要管好接下来人类发展的两千年的文明 新加坡给华人世界做了一个表率 我非常赞同新加坡政府所相信的 新加坡能够有今天的发展 今天的国际地位 最重要的是坚守了honor所包含的东西 那就是尊重 正义 诚信 责任和担当等等 我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 我就问太太 你希望你的丈夫将来是很有钱还是很受人尊重 她回答说 当然很受人尊重了 因为很多人认为那时候我们不会赚钱 我以前也看不起商人 我也认为无商不奸 而且商人创造的社会价值非常有限 等我自己做了企业以后 我才明白一个做企业家要做得久做得好 他每天考虑的大部分的事情都应该跟钱没有关系 和钱有关的都不是战略性 不以利益为出发点的战略决策 才是真正的庙堂指策 所以我一直相信一个好的财务总监 很难做好董事长 因为好的财务总监脑子里全部都是钱 脑子里全是钱的人 是很难做好事情 很难做好朋友 阿里巴巴一开始那么难 什么都没有 没有人相信我们要做个事情 人人都说我们是疯子 是骗子 但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这个企业活下来 是钱吗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钱 是资源 我们也没有资源 是人才吗 其实我们既没有人才 而且人才跑到我们公司 看了这赚快都跑了 我们其实有的是价值观 我们有的是客户第一 团队精神 诚信 而这些东西看起来都很虚 很不值钱 阿里巴巴一开始 其实我们很真的非常穷 但是我们有了对互联网发展的信念 我们有对创建未来的梦想 我们有自己做事的价值观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帮助外贸企业在网上接出口的订单 每年收外贸企业的年费 但是一年下来 交易额还不如他们交的年费多 我们的员工心里觉得股过一不去 觉得很对不起人家 年底客户走访的时候 就老老实实跟对方说 电子商务这个东西啊 是将来会很好 但是没有那么立竿见影 要不你们就退钱 明年别再签了 结果我们的客户反过来 会鼓励我们的年轻人 说外贸客户要从传统渠道到网上来 那是需要时间 需要培养 您既然这么为我们着想 我们相信你们 所以很多这样的公司 十多年了 到现在还是阿里巴巴的客户 这十多年的创业走过来 最深的一个感触 就是一个企业家 做的最重要的选择 决定公司命运的选择 基本上都是跟钱无关的选择 有很多人说 马云你为什么那么厉害 其实我说我们不是那么厉害 也是我们运气好 但也有人说 你怎么运气那么好 每次都能成功 我觉得也不是那样 其实是我们做的选择 比较正确一点而已 阿里巴巴发展到今天 确实有几次关键性的选择 第一次是阿里巴巴那时候 要活下来 2002年互联网泡沫破灭 那时候公司非常艰难 但我们提出了 必须要盈利一块钱 那时候不盈利 我们就死掉了 那时候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帮别人去做互联网的网页 你必须要给贿赂 你不给贿赂 人家就不给你做生意 所以我们在杭州那一天开了会 讨论的一天 如果给别人贿赂的钱 我们就有可能活着 如果我们不给别人贿赂 我们就可能死掉了 直到下午四点多 我记得那一天呢 我们决定 我们永远不给别人贿赂 永远不行贿 宁可公司关了 我们不做这家公司 我们一起再去找工作 也必须要坚持诚信的底线 到了2002年 我们居然那一年 因为坚持了自己的诚信底线 开始赚钱了 赚钱以后呢 我们看了一下年中 我们发现有两个员工 他们两个人的业绩 超过了我们整个集团 那时候销售的60% 而这两个人我们发现 是给人回扣 给人佣金了 给人那些贿赂了 你说怎么办 如果把这两个人当即开除 那么这公司就不赚钱了 如果不开这两个公司 那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所讲的 一切都是虚化 所以我们最后的决定 还是开除了这两个员工 不贿赂 直到现在都写在 阿里巴巴的员工手则里 谁要是出饭了 我们就会立刻开除 阿里巴巴做大以后 行贿这个事情倒过来了 我们规定不准员工 去行贿别人 我们一年内有几个亿 几十个亿的采购 我们在合同里写了这一句话 感谢您跟我们做生意 我们希望在跟您 未来做生意的过程中 我们的员工 不能向您索要贿赂 您也绝对不允许 给我们一分钱的贿赂 如果我们发现 有任何这样的问题 我们公司集团内 将永远不跟您做生意 这是我们在合同上写好的 现在阿里巴巴的员工走出去 是很受人尊敬的 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生意做大了 而是我们的员工 有很多的规矩 现在很多地方 接待我们是很热情的 但是我们的员工 不能让别人的车来接 不能吃人家请的饭 拿一颗糖都要送回去 不然他的价值观打分 就会很低 甚至会受到处罚 后来有一次 我们的销售人员在培训 我去看了一下 发现培训老师在讲 怎么样把书籍卖给和尚 我听了五分钟 我非常生气 我就把这个培训老师 给fire掉了 因为我觉得是骗子 因为和尚本来就不需要书籍 把产品卖给那些 不需要这个产品的客户 我认为这就是骗手 而不是销售指数 这对我们的价值观 是巨大的挑战 阿里巴巴做的第二个选择 是支付网 淘宝建立起来的时候 很快就非常热闹 非常火 但是网上资讯的很多 没有交易 因为没有人相信陌生人 谁也不愿意把钱先负责去 谁也不愿意把货先负责去 如何解决交易的问题 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那一年我刚好去了达沃斯 我想去找到如何完成这样的一个目的 一个方法 但是我后来发现 所有的企业家都在那里 谈论着企业的社会责任 我在达沃斯的时候 突然想明白了 如果我们要在中国发展电子商务 我们必须去真正的做有价值的事去 去真正的推动社会的进步 真正的去创造独特的价值 不然我们永远就发展不起来 而要做到这点 需要有巨大的担当 没有担当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成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不起来 就是缺少一个让人和人之间建立信任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应该由支付宝来去解决 当天晚上我给达沃斯 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和同事 我说立刻现在马上去做这个产品 启动支付宝这个产品 如果说因为这个产品要去坐牢 那就是我去 其实中国一直是一个讲诚信的国家 五日三行五身 古人每天反行自己三件事情 有两件事关乎诚信 为人办事有没有尽力 与朋友相交是否守信用 中国讲诚信 但是中国缺乏诚信体系 支付宝在中国要有价值 就必须建立这么一个诚信的体系 现在阿里巴巴在中国建立了个诚信的体系 用户给你评价 支付宝帮助你交易 最后你的一切痕迹都是数据 而数据留下来产生了强大的信用 有了这套体系 你才有可能在网上 只凭一张图片和几句介绍 就可以向陌生人付钱 向陌生人寄出的商品 我们现在每天有上亿人次的点击 有时候一单生意就是几十万的钻石 上百万的汽车 前几天我们用了25秒钟 卖出了100辆奔驰 所以没有诚信体系 这一切几乎全不可能 今天我们最骄傲的不是阿里巴巴卖出了多少商品 而是阿里巴巴建设了一个诚信的体系 用商业的方法向所有的人证明了诚信值多少钱 我们建造了一套诚信的体系 我们自己也是这个体系的受益者 这是阿里巴巴一个财年 为什么能够实现5000亿美元的销售 这样的一个基石 诚信的力量是巨大的 如果说过去中国30年的发展 依靠的是人口红利 是廉价的劳动力 那么接下来中国可以依靠的 不是货比与货品之间的差价 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信 如果说人类还有什么红利没有被发掘的话 那我相信信任互信是最大没有开发的财富 我们也只有自己关注care这个honor 只有自己honor自己 我相信才会赢得别人对你的honor 在这儿向大家表示祝贺 谢谢大家